来到三天美观第七场 四班之言为的拆组 大二门 看一看 是三 任何家成 可能档位好 一档的嘛 起步也顺利的 但比较快点 见到黄色衫的进步 站在几步要带头 在内侧见到电子遇着就很定了 望着你进步你带头 我住在第二位 接着慢慢推上来 见到天外惊天上到 现在上去第二位 然后后少少见到直战挑衫 洛家福又顶了出去三叠 在内侧就有魅力一丁 接着一档的仁和家姓 现在就在第六位 最后的对马有材有势在二叠 内侧那一匹就是谦谦君子 最后四位置 黄色衫衣服满宝 接着那一匹就是轻雅 然后后些就是正气清区 在尾尔 前锋不打 前锋打了后位 就在尾那里 好了 看回前面 进步在这里仍在带头 带来半个新位 天外惊天就在第二位 电子宇宙就开心了 博着在这个招式位置 看看怎样取位 都不难取位 这里轻松 见到部门 其实几步这里都望空 拉出来 可以大力骑下去了 进步的反围 其实骑下去就不太多 开边有什么马走上来 威胁这个电子宇宙呢 一路走三叠 如果骆家福怎么还有那么多 中点前还要过电子宇宙 又想不到 走这些位置都可以赢 其实只有他一只落单 只有三叠 对啊 只有他一个可以上来 这样赢 伟大也有说 田泰岗就不跑骆家福 就跑谦君子 都不错的 其实谦君子都 自不在小 明显进步 不过这个第三个 我觉得他有点失望 因为内栏都省了 好 然后看看落单的 骆家福 他有望里面 但你不能摄的 他一只全程三叠 这场也挺平均的 或者有很多骆家 一来可能赴榜又开始加福 有很多选择 为什么会赢 为什么会赢 状态 如果你买骆 比如买了电子宇宙 你输了也很复 你看报名 美国有几步 不同刚才那些 超威力 那些你是不复的 揭导 带出来 一抽出来 美国有多狠 大力大力站下去 先看 跟着左手边 来吧 马上一路打边 不过外面落家福的勢 也不甘示约 你输了也没办法 这些 又说当支持 那头马就走三叠上来 都赢了那只就是落家福 第四名 说看多少马一起冲上来 就是2号的静旗清区 7场分段时间 头等你23秒75 第22秒76 每等你23秒33 赛事时间1分9分8分4分 那全省了 电子宇宙 谦均知其实都省了 在来人早段少少抢口 但都差不多跑了 那是一只静气清区 其实一马就是三岁而长期要背着130多磅 那变成真的很吃力 今天还参加了12档 其实他没断冲得很好 这马的能力超过一般四班 那可能要等他四岁 或者等他背轻一点 看看哪一份 长线 长线一点 有些马有能力的 如果看他这么多场的走势 不过短期内可能 他这么长 他可能未必说 那个分都未必说会减的 那他仍然都是 有没有得加的 这个分他都会在 在四班就是什么重磅 有得加分可以跑三班 有没有得加 没有加 你都要跑多上来才有得加分 对不对 只有我近字 回来 大家都不妨可以确定他 因为今上年马匹的胜负 他真的非常非常接近 好 那第七场看完 不如看第八场 第八场就是二班1650 第2本是跟斗云10号 姚本辉今天都是有攻势的 跟斗云起步在二档顺利 跑了出来 即是起步快的 不过看看外面有什么马走上来 看到红色衫的安裕 慢慢就埋栏带头了 上到来第2位 有这个电讯巴打 接着横间挑衫 包装大奖都选择走前一点 接着守回在内南位置 有这个大众开心 然后就是这个跟斗云 再后一点 幸福至上 现在都是不用说很厚的 都守到这个马群中叠位置 大概在第6位 在后面 就这个同舟共济 同舟共济外側 黄色衫是喜晋区 接着就看到 尾三位置就是这一只盈蓝 尾以红色衫就是柏林探哥 在尾个衫是绿色衫 超好日子来的 次序这里都没有什么特别改变的了 见到就是电讯巴打打出头 在第二位就包装大奖 接着塞在内南第三位 是大众开心 然后就有这个安裕 跟斗云在第5位 慢慢走上去 再见到就是幸福至上都前一点点了 最后的马匹有这个同舟共济喜晋宝 后面的三匹仍然 都是这个柏林探哥 盈蓝 还有那只超好日子的 看看跟斗云这里 在内南位置 它还未能出得到 慢慢移出一点点 反而安裕 在进彎之前 进正直路之前 不怕走出去三叠 跟斗云 扔出去 就在安裕的外側 在外面有这个幸福至上的马匹 到了最后200米的时候 安裕这里出了头先 那些步都很爽 走得很轻松的 很后景幸福事上上来追他 但是也不是很快收窄到的距离 跟斗云仍然是第三位 结果都是顺着这样的次序过程点 安裕就做回自己 翻版Q 安裕 而马仙文家良就说 他比个甲菊草比较松软一点的场地 他之前在沙田跑四岁系列 有些女手也不同的 再出来这次就赢了奖金 其实个案都是这么说的 跑完打比 你做回自己 很多都会好 有得先走 这个法力是怎样的 回来跑就赢了 第八场分段时间 头段你27秒84 第二段你23秒94 第三段 24秒04 到你23秒26 赛事时间1分39秒08 这场赛事也很特别的 11只马跑 几乎全部都或先或后 这个路程是专家来的 是 赢5场 在这个路程赢5场 有好几只赢4场 3场都赢得少了 二班 是 但未必一定是在那个路程赢这么多场 有时候 这一组全部都是路程专家 但是新旧交替了 一堆已经很明显的旧了 电讯巴打 包装大奖 甚至超好日子那些 已经有点退戏了 现在新上来的 安瑜安瑜都三边了 一个路程 幸福至上 今季跑了这个路程 又两边一桥 跟斗云都是啦 四边五匹的 这些就升上来的 退戏那些 就不知道要减分压到什么时候 才能赢 那就是少壮派那些 始终他有个大点的空间 而就是安瑜这些 之前去争计这个四岁系列的赛事 虽然说在那些大赛就没什么收获 他争计少少 不过就是回来做自己 最擅长的东西就收获也不错 是呀 今次二班 二百多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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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二班最高一百六十多万 再加上他又拿了那个自购马特别奖金 是 即是一场回来都二百多万奖金 是 加上加上 不过有些马金牢就一般的失望 包装大奖是电讯巴打 他的需要事就合格了才可以再出来跑 那看看情况是怎样 今次的走势真是非常弱 用得多了 一般的 贵错好像赢得很长 感觉是 马房又不是很顺利 又不是很顺利 好 那我们先看看尾场 第九场就是三班千夜 大二门是八号二经历 二经历 那些飞都挺厉害的 好了 看看起步 他都顺利的 比较快一点 看到黄色衫 亮发宽藤这架很准的马 这里大家先出头 上到第二位就是仪敬力 接着在开变白色衫 蓝色帽 就是零例 上去已经过了仪敬力了 接着内南位置在第四位 就是这个维港宾楼 接着它黄色衫 就是这个善传万里 隔了个多马位 内南黄色衫 就是这个大财 在开变红色衫 给英雄豪迈 接着 尾五位置就是银进来的 再后一点 就有这个让外高飞 接着有这个风继续吹 再后一点的马匹 都预了他后的 因为纯金酒杯是跑后劲的 现在在这个尾二位置 在他开变 电讯同心的 这些马匹都拉得挺开的 头单位都差了成 起码都还有八个马位的差距 梁化宽藤仍然是占着优势的 率先带入直路 那么宁丽就跟着他 开变了出去 外面在跑道中档 追着了这个仪敬力 接着就看看这个纯金酒杯在哪 还在救后位置 但是他那里是有空间的 不过马金翔就不是说 怎样追到上来 去到最后五十米的时候 以为宁丽过得了 谁知不是过不了 梁化宽藤一直撑到尾 我想韦达都很开心 因为马区的场场都拨 当然金冠一直都赢不到 一直是什么输给自然辉和 一会儿又有什么肖音鼠突然去 上次输给他纯金酒杯 这次自己放 其实今晚不算特别利放 但他自己放 终于能够 能够先 不过不是快的 头两转四十米 路边红黑四 但是他其实跑得多 都用得多 都还可以这样够 不用担心 你计算一下这购物很厉害 他跨季跑了 上季度和今季 他一共跑了十九场 他只有一场是没有奖金 不断收奖金 但是今季博极也肯是被人碰了 好马真是好马 这些是好马 不过留意大财 红色眼罩在来南 现在大约第六位 入到职路没有什么位 这只马今天也有点想劏人的 今季要看 闪闪身的回来 但是没有位 是 但是另例其实今场都冲得不错 梁化宽腾有点出 是 他位置山窄那些 他窄一点 迫劫 不是很够 就是说大财 下不了边 美国那两步 没有骑到 他骑不到 好 那头马先 很接近的就是4号的梁化宽腾 帮韦达赢列马斯王 尾场分段时间 头段是23秒78 第二段是22秒76 末段23秒25 赛事时间是1分9秒79 我想卫大赢这场都可能会有点满足感 是 因为你所说 就是 继续的马来鸡 继续的这么久 这个都是功力所在 终于可以交代到 是 另外今场其实二门之一的纯金酒杯 好像今次上来的小时 有点失望 那现在情况会这样 原来初来见到马匹是器官有痰的 有点问题 他呼吸经常常有问题 前一次又有声音 又跑不了 上次又没事了 又赢得很厉害 阴刺口谈 那下次又不知道 那我就解释到了 我在这里对一下 因为始终它是一只后上马 有时如果你遇到报处不遭 那后上马就好像没有追得那么厉害 那你如果计算它上了三班之后 这场前段的报处是不是很快的 所以它没有追得那么厉害 亦都是合理 不过现在更加找到的原因 就是因为器官有痰 那当然更加法力不了 其实李健威专专和他 只是报A、B难 其实他五报那些C加3 那打算B难利追 但今天这场结果放回来 不过谈小事而已 不怕 很快清晰谈油 之后清晰一下 看看情况再出来会是怎样的 好了 这期九场赛事已经看完了 下期将会是冰空战危 星期六沙田的日赛 我们下期继续彩后你怎样看 拜拜 拜拜 拜拜